還好我也是沒有酒飲的 然後從聽到自己身體有問題的時候 我就也滴酒不沾了 然後也覺得 明明我就可以好好的睡覺了 為什麼 其實我一直覺得酒本來就不好喝 那麼難喝為什麼有人要喝 那所以我覺得習慣跟依賴是一個 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如果是不好的話 我覺得每一個人還是可以跳脫 這些不好的習慣 然後把自己的身體好好的照顧好 其實我沒有看報告 我就說我真的是很初心的 要不然這個三年前的報告 其實就很糟糕了 因為都會有簡單的一些報告 我也沒有去看它 然後醫生跟我解釋也都要注意什麼的 我說好好好 但回來我也沒有再看那個簡單的報告 那個紅子 是我女兒回來她才去翻我的報告 疑似食道牌 我說有嗎有嗎 再看了一下 那其實那時候也覺得應該還好吧 是真的兩天過後的驗血報告 真的到達9點8 在真的比較擔心一點 快三年前檢查的時候是 因為我檢查就著重在我的腸胃 家族有胃病啊 有大腸癌的跡象 那所以我一直要著重在這兩個 那之前我檢查 那時候我發現喉嚨卡卡的 要去檢查做一下這個 都說沒有東西沒有東西 那所以我就比較放心了 對 那這一次是真的 看到食道的一個十公分的灼傷 所以才覺得嚴重性 我想是跟喝烈酒的關係吧 深一點會比較傻牙一點 以為自己年紀到了 是比較低沉一點 結果不是 其實我對酒的印象沒有很好 比如說小時候啊 住我阿姨家 我的衣上沒有喝酒啊 所以脾氣都變得很暴躁 然後會打女人啊 打老婆啊 然後我之前交的男朋友 也都愛喝酒啊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討厭人家喝酒 真的 那因為真的是有記憶員 就認識了這個 就這個烈酒 所以也很 剛開始喝一口兩口 真的是跑到廁所去吐 然後後來到後來就覺得 喝一口兩口就可以 可以馬上睡了好幾個小時的覺 就覺得蠻好的 跟醫生講說 醫生我很乖 我幾乎不在外面喝酒 我就睡前才喝這個烈酒 他說你這樣子才更暴躁 因為當你要睡覺的時候 你吃的東西已經消化了 他問我說我有沒有配水 我沒有配東西 我說我沒有 他說因為太烈了 所以你喝完酒又睡覺 反而就會比較傷 就是其實他就是真的像 因為我自己家裡沒有姐妹 我就哥哥弟弟 所以從早期在秀場認識他 他就一直非常非常照顧我 我只要都大部分 碰到任何問題 我就是第一時間 就是會通知他這樣子 能得當然是最開心的 幫我家那個 金鐘的那一座填個半 因為那一座其實已經殘破不開了 好多保護 已經放到有點生鏽 然後 對不對 真的是掉漆啊 因為其實有點 可能自己有沒有好好保護好 然後有一次我爸還說 那個有點生鏽 所以我幫你什麼 你拿回章話來 我幫你給他吐吐吐的 買什麼給他吐入金 你還給我吐一下 說變... 變... 落差 我變... 結果有一半是銀色的 哈哈哈哈 所以如果能夠太合的金鐘獎 就再拿給我爸看看囉 哈哈哈哈 他這次有沒有看 就是自己對手演員 對手演員 就是這麼說 背景師 你還給我 說明